好 玩具TV第27季第二集 剛剛玩完Playboy 我們玩了一些硬漢子 新鮮滾衣辣剛剛出爐 沒錯 英雄勇將系列 便宜漂亮正 其實便宜便宜 漂亮我真的不敢說 不過我並不只是說這次Shin Kamen Rider 坦白說 每次英雄勇將推出 他每個角色都吃到我應一應 我也非常喜歡 無論是鹹蛋和蒙超 我很想買 但每次買到我都服 我對上有一隻飛天那隻 好像欠了三十多元 飛天蒙面超人 三十多元我博得過 為什麼呢 不是說他選角有問題 不是說他價錢 他的QC真是垃圾到 鹹蛋超人主要是金屬色 金色或銀色 每次都出事 這些便算好 我上次買CNOTA名正眼 是崩的 最重要的靈魂就是水晶眼 你都夠薑可以崩的 你真是垃圾到一個點 但是 沒有辦法 這次他的CharacterShin Kamen Rider 我是極喜歡的 所以我也本著這個冒死的心態 找Ricky幫忙入了一盒 你只是百多元而已 抽到蛋蛋而已 輸極我只是百二元而已 你去日本夾死你而已 沒錯 不過 這次就值得說了 我們先看一看 大家見慣的英雄勇將 BOX ART 每一次的封面 特別是這次 他有一點懷舊的感覺 變成整件事都好出 當然 官徒無限好 實物是不是老母呢 我都夠膽這樣 他每隻都夠膽這樣 你買不買到這樣的質素 就這樣說 一隻瓣 Yeah 還要有時大貨啤出來 縮水 變形 對呀 變形那一刻才老土 好 好了 那盒我會丟 是 回來這裏 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本來那些黑色是成形式來的 所以變成就不需要擔心這一個賞色的問題 而且令到我這次真是 英雄勇將來講 我想 我買了這麼多隻 只有三隻 是似樣的 這隻是其中一隻 難得我是滿意的 我是用滿意來形容 哪些是滿意呢 其實那個不是英雄勇將系列 這個半身 象那隻 一號 另外我有印象的 其實也不算是英雄勇將系列 V3 另外還有之前那些造型家系列的QC 也不差 但不知道為什麼英雄勇將那些我買了也很高 說回這隻 Machine Command Lider 看到其實不斷轉了一個圈 因為它的成形式不複雜 只看到 譬如說 墨綠色 黑色 那種配合 整個感覺是 頗沉的 但是它的水晶眼 托賴我這隻 頗視正 所以沒有飛油 沒有崩式 沒有粒粒粒粒粒粒 沒有黏兩條毛的情況下 我這隻叫非常之好 可能你人品好 多一隻 但是眼睛好像是陰影 看到底部的 不奇怪 是嗎 其實是根本 它蓋上了這條路 每隻都是 拉打都是這樣 很差勁 所以這隻叫多好和正常 下面好像多一點黑色 這條路應該有些邊緣 飛得不漂亮 頭髮也挺飄逸 看法紋 其實我覺得是合格的 還有距離8-2元的貨 有這個質素就OK了 背脊的 房 要翼的紋理 腰帶是不是有少少 適合的顏色 本身是白色加銀色 或是可以給大家看看腰帶 特別是風車位 很精細 我不敢說它很精細 但是你問我 100多元的貨 我絕對是收貨的 你看到那些銀色 都上得挺實 風車本身的雕刻也挺深 加上整身的造型 和皮套的摺紋 我自己是挺喜歡的 欣賞一下 堅亭的臀部 對 日本S 看到Made in China就知道了 大鞋 摺紋亦不一絲不苟 其實摺紋是OK的 我想說英雄勇著整個系列 他本身不上色的情況下 你看不到貼了兩條毛 飛油 崩了水晶眼的情況下 每一隻 帽子 都做得很漂亮 多謝Ricky和Chris 多謝兩位 多謝 坊間我看到 其實正常家是120 但有些店鋪也在賣140 當然你問我140元值不值 我真的不敢說 但有愛的 你就沖 不然這裏不會有兩盒 好 稍後再見 稍後見 這裏不會有兩盒 不敢說 我 我